在包含了美国包含了欧洲 包含了大陆这三大经济体 目前其实也都面秘了危机 应该说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啦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各 议题的嘛 大家都互相流动的 但问题来了 刚提到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战 经济战还在持续 那除了经济战贸易战持续之外 其实地缘政治 也很多的战争在持续 还有可能 有可能会不会是世界危险区 有可能会爆发战争的 比较高风险的地区 在全世界包含了很多地方 甚至我们的两岸的关系 亚洲地区 对 也都是全世界都在高度关系 我们请纳千哥来分析一下 的确哦 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大家最关切的问题就是 美中争霸 财产安全跟生命安全 就是美中争霸的这个状况 这个美中争霸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图穷笔线 剑拔弩张的时刻了 要短兵相接了 亮绝招了 对你看到的美国对中国大陆 虽然好话说尽 可是这个很是做绝了 他现在连ASMO的光科技 他都要施压给荷兰 不让他卖给中国大陆 那接下来 他的这个科技以晶片法案 就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围堵中国大陆 取得晶片的可能性 是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相信 他在这个科技围堵 跟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供应链重组的 贸易围堵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美国的敌意了 对封封封都在封路当中 对所以他已经在封了 对 那么他就是活活的 要把中国大陆掐死 就是不要让中国大陆 可以成为 跟他一较长短的经济体 那么同时在地缘政治上 其实他也做了很多的布局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的 一个关键的发展方向 就是美国现在似乎 有走回老路的一个过程 所谓走回老路就是 他在地缘政治上 他走回孤立主义了 孤立主义 所谓的孤立主义 就是在二十四大战 那个小罗斯福总统之前 美国采取的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讲白了 就是说天下大事 与我无关 我至少门前雪就好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 好